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官媒报郭文贵公司片代 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是2017年7月13日 德国之声报道 7月12日 视频网站YouTube出现了三则视频 分别题为广播剧 文贵每天在忙啥 知调查外国政要广播剧 文贵每天在忙啥 知会录和股票内幕交易和广播剧 文贵每天在忙啥 知找女人找乐子 视频中有声印和中英文字幕 从内容看 部分与周二中国官方新华社 有关郭文贵海航爆料的文章相关 比如 第二则视频中出现这个卡 是全世界最牛的卡 这个世界只有10亿美元以上 才能办黑卡的声印和字幕 新华社周二的文章中称 郭文贵收买民航系统员工收集信息后 进行深度加工歪曲解读 文章称 曾在民航空管部门任职20多年的宋军表示 当时郭文贵对我说 兄弟这个黑卡你随便用 这是全世界最牛的卡 只有10亿美元以上才能办黑卡 不限制消费 就是买飞机都可以 YouTube这三则视频没有标明来源 周三 新华社报导 郭文贵实际控制的右衣公司 河南玉达置业公司及高管 职员骗取贷款票据成对一案 在河南开封一审开庭 报导称 2008年初 郭文贵指使员工相继注册成10个空壳公司 骗取银行贷款和票据成对 至案发 上有2.12亿余元未归还 郭文贵周三早些时候发推文称 我说过 他们向前一步我走十步 让大家看看是他们的邪恶多 还是文贵的丑闻大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海外之音 为您做的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精彩节目预告 明镜专访郭文贵第三期节目 完整片段陆续于明镜火拍频道公开 现在让所有的推友们和让所有的这个老百姓 因为真正的一个想干好事 他没必要让人家 美媒 郭文贵说他认识朝鲜金家 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是2017年7月13日 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网络媒体华盛顿自由灯塔发表专访文章 让中国大亨郭文贵谈他所知道的中国 向美国派遣间谍问题和中国高官贪腐问题 郭文贵声称 中方在美间谍有多达两万五千人 此外 他还声称 他认识朝鲜金家的美个人 另外 郭文贵还说 王岐山在美拥有的房地产 如今已经价值20多亿美元 发表文章的记者是比尔 歌词 他说 这是美国媒体首次采访郭文贵 歌词是华盛顿政治圈内知名的保守派记者 他在7月11日发表的这篇专访中说 郭文贵在首次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 我非常非常了解中国的间谍系统 郭文贵从今年以来 在中文媒体上 特别是互联网社交媒体上 早已是个知名人物 由于其爆料涉及中南海习近平之外的最高层 中方也通过个人和国家媒体开始反击 但是 华盛顿自由灯塔周二这篇报道 是第一次美国媒体采访郭文贵吗 应该说 不能算是第一次纽约时报就采访了郭文贵多次 时间长达十几个小时 但是 纽约时报有关郭文贵的报道 不是以专访形式出现的 只是在几篇谈郭文贵爆料和中国政治的报道中 引用了郭文贵的一些话 更确切地说 歌词这篇报道 是美国主流英文媒体首次发表对郭文贵的专访 那么按照歌词的报道 郭文贵主要谈到了这样一些问题 中国向美国派遣间谍 王岐山的海外资产 还有就是他认识金正恩家族的每个人 谈到中国向美国派遣间谍 歌词报道说 郭文贵是通过已落马 并被双开的中国国安部副部长马健 何曾被判处死刑后 或减刑的总参情报部长姬盛德 了解到中国对美间谍活动的 在一个显然是中方公布的马健认罪视频中 马健说郭文贵为国安部工作 在中文媒体2017年5月秦伟平对郭文贵的专访中 郭也承认为国安部工作 并三次立下一等功 华盛顿自由灯塔报道说 郭文贵在这次歌词对其专访中提到几个重要数字 2012年前 中国有一至两万名间谍在美国工作 那之前 中国情报收集工作预算是6亿美元 2012年 中国增派5000名间谍到美国 这25000间谍发展了15000到18000美国本土间谍 包括非洲裔 拉美裔 白人 报道还援引郭的话说 现在中国对美的情报工作经费是30到40亿美元 报道还援引郭文贵的话说 中国在香港有一万名情报人员在活动 歌词的报道没有提到 郭文贵有无提供这些数据的来源 也没提到这些数据是否有可靠的消息来源 按照歌词的报道 郭文贵是这样提到共产党的 我爱我的国 我爱我的国家 不知郭文贵的中文原文 但我憎恨共产党 郭文贵说 他多次访问朝鲜 并且认识了金正恩家族的所有成员 今年以来 郭文贵在社交媒体推特等不间断的爆料 并接受多家中英文媒体采访 但到目前为止 尚无媒体提到 郭说他经常访问朝鲜 并认识金正恩其人 还有其家庭每个人 歌词的报道援引郭文贵的话说 朝鲜同中国的所有贸易往来 都是由执政者的家属来掌握的 郭文贵还说 美国坚持依靠中国政府来解决朝鲜问题 是疯了 郭文贵在接受歌词的访问中 也提到了王岐山 中共政治局常委王岐山是郭文贵在海外爆料中主攻的中共最高领导人 主要抨击其掌握中国金融命脉 同若干女性乱搞在海外拥有大量房地产 歌词周二的报道没有提到前两项 只是提到了最后一点 在美国的房地产 歌词援引郭文贵的话说 王岐山1980年代后期就开始投资美国房地产 当时他投资3000万美元买的110处房产 如今价值20至30亿美元 郭文贵说 王这些房地产主要在加州硅谷地区和旧金山 还有洛杉矶 也包括首都华盛顿一带的房产 这些资料和数据 郭文贵已在其社交媒体中多有曝光 不过 歌词报道援引郭文贵的话 王岐山或其亲属在加州的14套房产 并在那里建造了地下仓库 存放珠宝和文件 郭文贵建议美方展开行动 如果联邦调查局能到那里 找到那些文件 那么他们就可同中国政府谈条件了 从2017年1月开始在明镜直播爆料以来 郭文贵以前也曾通过多家中英文媒体多次爆料 涉及中共高层多个高官多个方面 但几乎没有媒体谈到 这个王岐山在美房产中有地窖 地窖里有珠宝和文件知识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海外之音为您做的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精彩节目预告 明镜专访郭文贵第三期节目 完整片段陆续于明镜火拍频道公开 南海仲裁一周年 中国魅力公示正出现明显缺陷 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是2017年7月13日 美国之音报道 一年前 一个国际仲裁庭驳回了北京南中国海主权声索的法律依据 中国随后展开魅力公示 使用经济援助的手段平息东南亚邻国的不满 同时巩固自己的主权声索 一年过后 这种魅力公示似乎仍然有效 但也出现了一些效力减弱的迹象 在菲律宾的要求下 海牙国际仲裁庭在2016年7月裁决 北京侵犯了其他国家在南中国海的专属经济区权益 北京拒绝接受仲裁结果 但从那以后加大了对4个东南亚国家的援助和投资 在仲裁之前和之后 中国一直在有争议岛屿填海造岛和修建军事设施 并派出海警船进入有争议水域 引起这些东南亚国家的不满 分析人士说 中国希望晶圆会阻止其他国家也到海牙去打官司 菲律宾大学海洋事务和海洋法研究所所长 捷一巴汤巴卡说 即使是中国 也要小心地避免第二起诉讼 中国被迫努力增强经济关系 北京说 两千年前中国人就使用这些岛屿了 这些历史证据显示这片面积达350万平方公里的热带海域大部分都属于中国 中国华设了九段线 把从中国南部海岸到婆罗洲岛的大片海域都圈了进来 这与文莱、马来西亚、越南和菲律宾华设的经济专属区重叠 一年前海牙的一个仲裁庭裁决 中国对九段线内的生物和非生物资源的历史性权利声索 与联合国国际海洋法公约不符 裁决认为 这项公约没有给历史性的权利主张留下空间 宣布仲裁结果一年来 中国已承诺向相对贫穷的菲律宾提供240亿美元的援助和投资 去年就任的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改变了前任阿基诺的做法 转而采取亲中国的外交政策 仲裁案是由阿基诺政府提出的 中国正在稳步成为马来西亚的首要投资国和贸易伙伴 文莱即将和中国合资修建海港 去年 中国加快了和越南的海上合作会谈 并成为越南最大的游客来源国 巴汤巴卡说 中国要避免第二起重裁案 就要不断让其他国家高兴 而这样做的成本越来越高 但是 中国并没有停止慷慨解囊的迹象 同时也没有停止修建人工岛或军事设施 台北南海智库主任西东月说 东南亚区域集团在与中国关系方面可能会保持谨慎做法 任何声明或协议都会掺水 以避免让北京不安 他说 中国决策人知道 现在是着手把他们的领土要求安全化的最好时机 华盛顿智库史听声中心东亚项目高级研究员孙韵认为 中国希望与东南亚国家的接触 会让印度和日本等更大的国家对中国有正面的印象 而不是觉得中国是个践踏国际法庭才觉得国家 否则中国的国际领导者形象会受损 他说 他们在乎 这是因为虽然他们的经济实力强大 可以向任何跟中国有不同意见的国家施加压力 但是 他们同时懂得 这并不意味着其他国家因此会尊重他们 或者他们是真心接受中国的领导地位 然而 一些专家警告说 中国用援助换取其他国家沉默的招式正在出现 越来越明显的缺陷 他们特别指出越南暗潮汹涌的不满情绪 双方曾在1974年发生过海战 2014年还发生撞船事件 专家们还指出 美国可能也在发挥越来越多多逼人的角色 新加坡有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所研究员黎洪河说 上个月 越南勘探一处海洋区块 引起了中国的不满 越南认为这是本国海域 而中国则认为这是有争议海域 中国事务观察家认为 中国军方官员范长龙缩短了对越南的正式访问 跟越南的这一举动有关 黎洪河说去年仲裁庭做出裁决后 中国对那处海域没有任何合法的主权要求 但中国坚持说 那里仍然是有争议海域 并相信越南破坏了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共识 本月 越南外长要求印度加强合作伙伴关系协议 包括生产海军舰艇 在前总统奥巴马时期 美国帮助了越南和菲律宾军队引起中国不满 现任总统川普一开始后退一步 好与中国合作遏制朝鲜的核武器与弹道导弹项目 但是从5月末开始 川普政府先后向南中国海派出了两艘军舰 突出美国的航行自由主张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海外之音为您做的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精彩节目预告 明镜专访郭文贵第三期节目 完整片段陆续于明镜火拍频道公开 中国加深对非洲的政治介入 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是2017年7月13日金融时报报道 去年在南苏丹牺牲的两名中国维和人员 一名来自四川 曾从事黄瓜种植 另一名来自山东 是一位丈夫 也是一个父亲 当时他们正在世界最年轻国家南苏丹 首都珠巴一处难民营附近巡逻 噩耗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引发了一场小小的骚动 一些评论者流露出对本国日益介入遥远国度的不满 打那些伤害我们的人 不要光表示谴责 一位评论者写道 中国在南苏丹派驻有750名维和人员 在整个非洲包括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利比里亚的维和人员 超过2000人 是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中派遣为和人员最多的国家 北京方面甘愿把士兵派至离家如此遥远的危险之地 这一事实显示出其经济野心已经演化为政治干预 在外交事务中坚持了几十年的不干涉原则 正承受巨大压力 珠巴一家独立智库的创始人彼得 比亚尔阿贾克表示 不干涉政策正在经受严峻考验 尤其是涉及自然资源的时候 迄今为止 他说 中国在南苏丹的政策一直主要关注于保证石油供应 在南苏丹2011年获得独立之前 北京方面只与喀吐木的苏丹政府打交道 当我们还是一个国家的时候 我们没有看到中国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他支持喀吐木政府 使得和平协议难以实施 而且让我们难以就独立进行全民公投 阿贾克说 但当南苏丹实现独立后 北京方面改变了策略 因为苏丹大部分石油都蕴藏在南部 自那时起 他说 中国在穿梭外交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先是为石油通过苏丹协商新的管道费 后来又介入了妨碍石油运输 并迫使数百万民众流离失所的南苏丹内战 中国介入南苏丹的程度 甚至在几年前都是难以想象的 谢燕梅与凯西 科普兰在智库国际危机组织发布的一份研究中称 北京探索了一条中间道路 一边维护整体的不干涉原则 一边扩展其解释 并尝试应用这一原则的新方式 自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 中国正在逐步放弃此前官方坚持了50多年的不干涉政策 在习近平的领导下 北京在位于非洲之角的吉布提建立了海军基地 并强化了在东海和南中国海的影响力 在境外不断加大的政治干预 伴随的是中国对外投资的激增 从2002年的27亿美元到去年的1700亿美元 而且许多都投在高风险国家 北京还改变了形势方式 不再坚持不愿与除中央政府之外的 其他行为体打交道的传统 咨询公司化险咨询驻北京代表迈克尔 汉弗莱斯指出 多数大型中国投资都是通过政府间协议达成 中国人认为海外的一切都像在中国一样 中央政府可以为你包来一切 他说问题在于让项目完成的多数操作性权利 并不在中央政府层面 而在省级地方甚至部落层面 中央政府之下的层面正是他们陷入麻烦的地方 国际危机组织的上述研究显示 判断错误的代价是巨大的 由于暴乱和战争 中国在2006年至2011年间从十个国家多次大规模撤侨 例如在2011年利比亚内战期间 即便在其他国家大多判断穆阿迈尔 卡扎菲的地位已经不保之际 中国仍与其保持密切关系 北京方面未能足够快地与反对派建立纽带 中国企业价值18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项目在战乱中被毁 且无缘后卡扎菲时代的商业交易 中国从利比亚的石油进口急剧下滑 利比亚引起了中国外交政策决策者和思考者的关注 使中国国内关于不干涉原则的争论愈发激烈 如今在北京龙州京讯担任分析师的谢燕梅说 苏丹内战和南苏丹2011年的独立 证明了只专注与中央政府打交道的危险 丹麦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卢克 佩蒂认为 北京只与卡扎木方面打交道的政策产生了反作用 苏丹的石油收入加剧了长期存在的经济管理不善 NB政治军事化以及卡托木苏丹精英的腐败 石油公司成了被剥夺权力群体的目标 他在一篇即将发表的文章中称 上述研究援引一位学者的话说 中国政府可以承受在对非洲的干预中是错 因为抛开社交媒体上围绕维和人员牺牲的抱怨不谈 相比包括缅甸南中国海在内的距离中国本土更近的地方 在非洲大陆的行动更不易受中国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影响 英国萨塞克斯大学崛起力量及全球发展中心主任Jingu认为 非洲为中国提供了一个进行军事干预和外交斡旋的试验场 在参与国际维和任务方面 非洲是一块对中国非常重要的大陆 他说正是在非洲 中国开始展现自己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海外之音为您做的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精彩节目预告 明镜专访郭文贵第三期节目 完整片段陆续于明镜火拍频道公开 中国私人飞机 剑多海航七八七王中王 真正主人仍是你 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是2017年7月13日 法广报道 被誉为梦想客机的波音七八七飞机 是航空史上手架超远程中型客机 上个月 第一架定制改装的波音七八七诞生了 该机被一名匿名的中国人买走 交付方式中国海南航空 据称将作为集团主席和集团高端客户坐驾 至于这架飞机的中国买家究竟是何方人士 目前尚不能确定 但中国有钱的商人热衷于买飞机 这早已不是什么新闻了 据署名优密工作室发布的消息 波音七八七飞机 是航空史上手架超远程中型客机 它通常有242个到330个座位 但上个月 第一架定制改装的波音七八七被一名匿名的中国人买走 交付方式中国海南航空 购买这架飞机的成本据说需要3.25亿美金 约和人民币21亿 一般来说 一架波音七八七的销售价格大约是2.46亿美金 而这架飞机的价格则要高达3.2亿美金 说明光改造飞机的花费就要高达1亿美金之多 改造这架飞机的红笋航空航空咨询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史蒂夫维拉透露 他们拿到的是一架空壳飞机 作为已经改装过11架飞机经验的公司而言 这样一次改装也是史无前例的 光飞机内部就要花费两年半的时间进行设计装修 据维拉介绍说 飞机内部设计非常独特 但也不能太高调 必须要符合巨富买主的审美 飞机上的装修都采用了特殊材料 虽然看起来和普通家具差不多 但实际上要轻很多 并且要用插销进行固定 以保证在特殊情况时不至于垮掉 报道说低调而优雅是整架飞机软装的主题 这架飞机今后会在何时重新出现在我们的视线里 则成为一件让人十分期待的事情 至于这架飞机的中国买家究竟是何方人士 目前尚不能确定 但中国有钱的商人热衷于买飞机 这早已不是什么新闻了 据不完全统计 在中国114位华人富豪中就拥有164架公务机 私人飞机的成本可不小 除了飞机本身的维护专业服务托管费用外 每次航行都要付航路费 起降费 邮费 停机费 放行费等 以厦门机场为例 光停机费 一个晚上就要1万元人民币 根据截止2014年的信息 胡润研究院报告显示 中国富豪马化腾买了庞巴迪环球6000 而万达的王健林阿里巴巴马云 以及香港富豪李嘉诚李兆基等人都是买弯流GE550 市价大约3亿元左右 报道称 北京是公务机数量最多的地方 共有34架 以上海为领头的长三角地区 共有29架 去年上海机场的私人飞机起落量突破6000架次 上海甚至因为年年增长的私人飞机贵客的起降需求 还可能建造一个专用机场 不过相比于中国最顶级的富豪们的飞机 这架改装了的波音787总价值达到21亿元人民币 这位匿名的中国买家明显要豪气很多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海外之音为您做的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精彩节目预告 明镜专访郭文贵第三期节目 完整片段陆续于明镜火拍频道公开 英媒 中国要彻底封锁VPN翻墙软件了 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是2017年7月13日 BBC报道 泰晤士报星期三7月12日报道 中国再次加强网络管理 将彻底封锁互联网用户使用的VPN翻墙软件 文章说 中国政府将封锁任何他们认为不适当的内容 让中国国内的用户无法接触他们 据悉 在中国大约7亿网民中 有30% 即大约2亿网民经常使用VPN翻墙软件 以阅读在国内被屏蔽的内容 包括像脸书和推特等社交媒体内容 同时 这部分网民也依赖VPN来接触在国内看不到的新闻 以及与中国政府不同的声音 中国还给出了一个期限 让那些互联网服务器供货商 最晚在2018年2月要阻断任何使用VPN的个人用户 但文章说 中国此举并不可能彻底摧毁VPN 因为许多中国用户使用的是国外的VPN翻墙软件 要想完全压制也不是那么容易 卫报昨天也报道了这一消息 文章说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网络审查和监控国家 中国这样做是为今年秋季在北京召开的19大做准备 文章引用在美国加利福尼亚的一名专家的话说 这是中国网控进一步升级的重要迹象 且表明中国高层对互联网管控感到前所未有的紧迫和绝望 同时 这也显示了中国最高层的政治斗争 以及不同的派系之间利用互联网作为战场 该专家还预测 在未来的一段时间 中国当局还会进一步加紧整顿 互联网的措施 这将使中国对互联网的控制提升到另一个高度 文章说 中国对VPN的控制不但影响个人用户 对中国科研人员 学者以及外国在华公司都会产生不利影响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海外之音为您做的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精彩节目预告 明镜专访郭文贵第三期节目 完整片段陆续于明镜火拍频道公开